却说玉娘别了闻心 回到家中 皇宫夫妇见女儿为闻心不乐 恐怕她苦坏身子 和夫人劝慰了一番 吩咐翠楼好生服侍小姐 又叫一个小丫头巧儿 拨她上楼去用 玉娘闷闷的和翠楼上楼 到了房中 吞声吐气 日复一日 玉娘忽然起个恶心烟酸毛病起来 翠楼也是这样光景 不觉过了三个月 精水不曾见来 腹中见觉有误 翠楼思对玉娘道 奴与小姐是一样病症 像是怀孕的意思 玉娘吃了一惊道 若依你说 这如何是好 翠楼道 是 已至此 亦无奈何 只细细的商量一个长远之策罢了 玉娘左思又想 不得长策 又过了三个月 已是六个月胎光景 翠楼道 我两个如今不便见人了 不若对老夫人说 小姐要编成一部古金女史 有好一成功夫 将楼房改了官房 我两个做了官 用心编这部书 牢牢叫他在外拿粥饭 单放巧儿在官板上传递东西 其余一概杜绝往来 待分娩后 在座区处 玉娘道 有礼 就去对夫人说了 叫了木匠 将楼门锁断 两人在内吟诗探勇 书 呼之间 到了八月十五夜 玉娘一阵腹痛 竟生下一个孩子来 却不提哭 翠楼曾见过这庄室 颇晓得 粗粗收拾 到了十九夜 翠楼也一阵腹痛 连忙起身坐地 也生一个孩子 义不提哭 玉娘帮他收拾 改些小衣 大家穿好 过了几日 玉娘见两个孩子 拒不提哭 因问翠楼道 莫非两个拒是牙子 翠楼道 这也未必 或者上天闽少郎这点骨穴 不放他提哭 万一提哭起来 弄出破绽 不但绝了俩孩子性命 连我两人也未必得生 这是上天 保佑处 也未可知 玉娘点头 半信半疑 过了半月 两个孩子 竟像周岁的 聚生得眉清目秀 只会笑 不会哭 玉娘 翠楼抱他当作一宝 放在一个轰篮里 不时抱他戏弄 不在话下 却说玉娘鸽子 虽是一个憨狼 却也晓得贪色 平时思想翠楼美貌 无处下手 这一晚走到楼上 在关门边将手轻轻的推起 拿下半截板 这也是何当有事 翠楼这一次偶然忘记 拴得 被他推起来 如狗爬一般 钻入来了 一望无人 轻轻走入房里 直到床前 听翠楼在隔壁房里 与玉娘说话 憨狼就去揭开帐子 坐在床檐上 取起那枕头来 两手抱着叫声道 我的翠楼乖乖 好个风流枕也 我若得与翠楼乖乖同眠此枕 岂不是天大的福气 正要放下枕头 呼听的床里边 隐隐有鼻息之声 吓得那呆子浑身冷汗 大助胆定睛一看 见一个轰篮内 有小孩子两个睡在里面 呆子方才放下心来 自想道 这妖怪东西 我平日戏他 他不肯 金他司偷汉子 偷生一对银种在这里 如今我将这脏物拿去 然后好 害他 那时把柄在我 不怕他不肯了 遂而守多了 这蓝耳走出房来 无人知道 来到关门口 推起下面木板 先放出篮子去了 然后呆子缩身出来 下了楼梯 不敢回自己房里去 恐怕妻子不容此孩子 只走到后门 一个家人路德门首 敲他的门时 路德不在家 他的老婆米氏听见敲门问 是哪个 外面应声 是小主人 要一件东西寄你处 朱氏把门开了 只见黄月多一个篮子 与他说道 千金的宝贝在此 你好好替我藏着 不许对别人 说 若说了 要打你三百皮鞭 说吧 飞跑去了 朱氏听了这话不解其顾 关了门 拿那篮子到灯前一看 却是两个雪白的孩子 朱氏想到 这呆子 何处拿来 又教我替他收藏 且不说出 只得把篮儿放在床里 睡了不提 却说黄月记好娃子 以为得记 就复来楼上 才过老夫人房后 不料有一个使女在横头走出 见黑暗中有人走过 使叫喊有贼 那呆子胆小 吓得慌了 被门槛一跤 跌倒在地 惊动了老夫人 并三四个妇女 点灯来 照 见不是贼 却是小主人跌倒在地 两手抱头 又不敢叫痛 老夫人见了 大骂道 你这畜生 这般时候不去房里睡觉 却在这里怎的 我去与老爷说之 打你个半死 那呆子 敢怒而不敢言 勉强爬起 忍了痛 走到自己房里去了 却说翠楼与玉娘闲谈 忽想起把乳与娃子吃 走到下房 接杖子吃了一惊 却不见蓝儿了 一蹬到床背后 及床底下 并没个影儿 忙走来向玉娘说道 小姐 两个孩子哪里去了 玉娘及同翠楼到下房来 先天 倒地 并没有个影儿 玉娘吓得呆了 姐说不出 又问巧儿 曾有甚人到楼上来吗 巧儿牢牢说 不曾见有人上楼来 玉娘急得没主意 只是流泪 翠楼宽慰道 小姐放心 万一有些话说 我自去承认 小姐只推不知便了 玉娘又思起闻心 玉家悲伤不提 却说黄月当晚回房 睡在床上 思想脆柔 当头在我手里 不怕她不肯 若我突然而去 笔不知旧理 笔叫喊起来 又要受我老娘的气 不若明日写一封书与她讲明 然后我走去 便好抱住取乐 算计已定 及天威名 便爬起来到书房里 摩得农墨 占的笔宝 写了一句 改了半句 写了两句 又改一句 磨了半定墨 然后却写成道 农一向爱卿之志哉 甚欲移了方情者 而不足卿之肯也 故农之相思 并以法及百遭 于金姓天上落来两个妙物 在无首里 乃时清之所以大笑话也 而今不怕你不肯 不然农就要出秀起来 你便了不得 了不得 今夜黄昏要到楼上 与你一乐也 清可写一字来约我 要紧要紧 写完了 念一念 拍手笑道 好个情书 今夜不怕他不约我去快活一遭 将书折好 又想 要谁人拿去方好 忽然想到巧儿 使他拿去 变神不知鬼不觉 遂心心将书信藏在秀内 走到房中 见魂家张氏还睡在床上 便去推开内门 偷了两三把炒米 并三四个薄饼绣好了 不出房门走到老夫人房前 恰好巧儿多玉筒出来 黄月扯他到半边去 秀里摸出两样点心与他 又把那符字教他寄予翠姐 说相公亲自拿来 叫他不要与小姐看见 就要讨回音 巧儿欣然 领诺了 收在胸前 去倒了玉筒 走到楼下 将关门敲了两下 翠楼在内问 是哪个 巧儿听是翠楼声音 便叫道 翠姐 我是巧儿 有一件物要与你的 翠楼一世老夫人拿什么物来 忙开了门 只见巧儿拿一方纸送来 说 是大相公送你的 就要讨回音 叫你不要对小姐说 呼见小姐来到 巧儿缩住了口 急急走下去 翠楼关好门 何玉娘转到房中 遂将巧儿话说了 就拆开那折纸来看 果然是黄月的首记 见他文理可笑 白字连篇 字迹怪裂 又好笑 又好气 翠楼道 若据此字中间说 天上落下两个妙物 显然是两个孩儿在他处了 不知是神鬼西去的 还是呆子暗地李妾去的 玉娘对翠楼道 必是他思想你 闯上楼来 我和你在这里讲话 无人照管 被他摸到床上 私自将蓝耳朵了去 翠楼想了一想 爹族道 是了 是了 我昨晚叫巧儿拿玉筒出来 因要与小姐说话 心慌忘记关了下边关板 直到寻了这孩儿 走到关边 方才晓得 把门栓还推在上边 未曾放下 这一定是呆子偷去了 玉娘道 如今必设一个良策回答他 不顺不逆 做个缓兵之计 翠楼沉思了两刻 对玉娘道 他如今要我回话 不若假意骗他来说话 套他这两件物事在何处 到那时我在做计较 待他何如 玉娘道 这个主义甚妙 翠楼遂去到关前 叫巧儿来说 你可悄悄回复大象共说 我已小了 等到今晚黄昏后 可先到关口来等候 我瞒着小姐出来见面 与他说话 巧儿听了 应声晓得 就去找黄月 把翠楼的话一 一说了 呆子大喜 到了黄昏后 便约会巧儿走到楼上来 咳嗽一声 将手就轻轻在板上敲了一下 玉娘两个已自晓得 翠楼进来 问 是哪个 黄月听是翠楼声音 吉音道 翠姐 是小声 翠楼便开了上半截关门 露出粉面 黄月见了 就魂不附体 便唱了一个大诺 笑道 翠清 诗里 翠楼摇手道 低声 孔小姐听见 不大吻便 我问你 日间写的字 你是怎么说 黄月笑道 是要与你这样这样 将两手做个视耳与他看 翠楼红了脸 滴滴音道 你若要和我相好 须把实话对我说 我便依你 黄月道 我的娘 你要我呕出心度于你看 也是肯的 翠楼道 你自终说天上落下来两个妙物 是甚东西 如今现在何处 黄月笑道 妙物就是你的两位令郎 昨夜被我悄悄拿出去 记在路德房里 我思量你短是在我手里 不怕你不肯 顾大胆写字对你说 此事实话 若一字欺你 便生婉大疗疮在口里 翠楼见他口共事实 遂哄他道 好哥哥 你既不欺我 难道我好欺你 只是今夜要我办你不能 和你做事 待明夜吧 黄月就急起来 郑玉说话 正听里面高叫 翠楼哪里去了 翠楼盲音道 来了 便摇手叫黄月下楼去 闭了关门进去了 急得那呆子眼中爆出火来 只是无可奈何了 闷闷的便自归房去了 再说翠楼走到房里 玉娘道 方才之言 我以句句听了 为今之计 怎声发复他 翠楼道 我有个毒计在此 管叫这呆子吃亏 玉娘道 你有什么好记 翠楼道 小孩子不在这 李 正好赖他 今夜我和你就把他的字拿出来 就送到老夫人处 若明晚来时 小姐喝声有贼 带我先约定夫人房里几个蛮丫头 捉住了他 奉承他一顿老拳 小姐笑道 说得有礼 碎开了关门 走下楼来 到夫人房里 玉娘两眼流泪 将哥哥要强奸翠楼的原油一一说了 又把这福字成母亲观看 老夫人看过道 这个畜生 你老父不知造了甚孽 生下这个不消儿子 翠楼又哭道 我家大象共献弄的两个孩子 既在路德房里 若翠楼不从 便要把孩子推在我名下 我想此事躺阳出去 不但翠楼受驱 连小姐的声名也不好了 夫人道 呆妮子 小姐与你的明节 哪个不晓得 我自然有个曲直 又对玉娘道 这呆子 做这等勾当 信息你父亲不在家里 他若知道了 可不气死 你今且上楼安寝 带明夜这呆子到那里 你便叫喊起来 我随即换这些妇女拿住了 打她半死 出你胸中之气 玉娘谢了夫人 和翠楼回楼上去 到了次日出更时候 黄月来到关门 把门推动 玉娘对翠楼道 想是她来了 你去看她 她若无状 带我叫喊起来 翠楼走到关门口 问了来历 知是那黄月 便应道 你在外少等些时 待小姐睡了 我就来换你 黄月又等了一回 不见动静 去推那板时 还喜不曾避 便挨身入去 忽背椅子一半 跌倒在楼上了 玉娘喊道 有贼在此 楼下老老 巧二抱之夫人 夫人领了养习使女 各掌棒锤 赶上关去 见关门下有人钻出来 各举棒锤打去 黄月熬不起 跌了下去 半个身子在门内 半个身 子在门外 门内翠楼玉娘拿着木棍乱打 门外又被中丫头乱打 黄月大喊道 是我 不是贼 众妇女听了 方知是小主人 才不敢打 老夫人大骂一场 倒是玉娘劝姐 方才放她回去 众人也各个回房 那呆子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不知明日又做出什么事来 遇之后事 在听下回分解 等于 老夫人大喊 西红 老夫人大喊 老夫人大喊